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興時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雖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興時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這小小小的高水高水 最重要的一台相由 第一客廳車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就是日本的鎖駛 日本也是漏漢 鎖駛的風景都很漂亮 你看好漂亮 又很乾淨 來 我們來到了這個地方 就是道河神社 這個道河神社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寺廟 他的那個本殿 還有他的益神熱殿 所以我們看的這個道河神社 是一個非常華麗的一個神社 他這裡的幽賊最出名 所以他這裡有一個特殊的名 叫做正西日光 正西日光 正西日光 這就是在形容這個 道河神社 我們來講這個道河神社的歷史 他是奈隆世代的時候 正義說就是和同四年 和同四年 他們的七百十一年 那個時候去的 來到這個神社 第一來 一定我們來看到這個 日本人 他們競神就是這樣 要先把牆口 還要把牆手 手要洗乾淨 我們在這裡看到這個 上面這個有沒有 這叫做千鳥居 這個千鳥居 你齁 是在冰地時代就有了 這個要追溯到這個 明治時代 你看 大家人都 齁 齁 可以進口 齁 洗...洗...齁 洗...齁 齁 洗手 他說齁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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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要洗乾淨 齁 要洗乾淨 齁 要洗乾淨 要有很淺誠的心齁 齁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看到這個 稻河神社 稻河神社 就是 因為 它在這個 稻河山 齁 它後面這條 這條 這條山叫做 稻河山路 這個就是 在日本齁 有四萬幾個 稻河神社 但是 這個齁 就是 最大的一個 這個 這裏 齁 有四大神 很出名 齁 一個叫做 大公齁 大公 大公能脈大神 還有一個 田中大神 齁 所以這個是 有這個 四大神 齁 很出名齁 但是我沒辦法把四大神 都黏出來 因為 這都是 很久的 歷史人物齁 稻河神社 這個 所在 在 一四 九九年的時候齁 基本齁 就在這裡 是 很重要的 文化財 齁 所以我們看這個 稻河神社 這麼漂亮齁 啊 這個千鳥居齁 我們看這個 像這個 山門齁 那就是 千鳥居 看到那個流水 就軟腳 要背去你看看啦 別說看到流水 就軟腳 這裡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齁 特別的就是 就是 它的那個 狐狸造型 狐狸造型 繪馬 蛤 那個背 和做它的 福利造型 齁 剛才我們 要大忙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齁 這叫做 稻河神社齁 齁 我們會感覺說 每個人都有 稻河神社 稻河神社 齁 這個就是最大的 我們這個地名 叫做福建 齁 齁 齁 所以你看 這裡有一個 祈宴會馬 納手齁 你可以去買這塊 牌子 你有什麼心願齁 齁 要買 跟誰的 放在這裡齁 許願 聽說這個神社 是很靈 很靈 很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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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求必應 齁 你若來救 還會救齁 你若來救 來救我齁 等於有時候 你就 還要再來幸運齁 所以還要再來一趟齁 齁 所以有時候 我們去廟去哪裡齁 有時候拜拜就好齁 好齁 放腕 還是說如果有大腕 把它放一個齁 齁 還要把它放一個齁 可以齁 你看這個 佑德道河神社齁齁 齁 你看很漂亮齁 這可以說 我們在 基本地看神社 這個神社是 很特別 很特別 很漂亮的 你看 金碧輝黃 非常的漂亮 還在這個 道河山路的那個 山邊齁 你看這樣 哇 從山腳看起來漂亮 我們現在從山頂看下去 那也是這麼漂亮 這麼乾淨 讓我們的感覺就是很清淨 我們現在來到 我們買大的飯店 已經晚了齁 這是我們的飯店齁 叫做唐金 唐金 這是雲爪飯店齁 這道來這裡齁 讓你們洗雲爪 洗到快樂 每天洗雲爪 洗洗回來 大家皮膚的漂亮齁 身體更健康 每個人都大包小包齁 其實五天齁 小行李就可以了 來來來來 對不起齁 這個生鮮 我們不是生鮮 便利超三個 這裡多多 都洗冰箱 這個很大 這兩個都 七二十 中間 這樣齁 我們可以用晚餐二樓齁 這點也要 這點 這是我們第一天的晚上齁 大家已經開始在用晚餐了 哇 好豐富喔 好吃齁 不錯 大家都說不錯 謝謝 好不好吃 好棒喔 大家吃得很高興 好厲害 好 這 懷石料理 惠喜料理 也是叫做 懷石料理 你看 這齁 如果進來日本齁 每天都會這樣吃齁 一家五、六的做會吃齁 這只洗碗齁 這太太就洗碗 洗到洗不完 好厲害喔 很美味 好想吃齁 好想陪你們一起吃晚餐喔 好想陪你們一起吃晚餐喔 這樣不是第一開頭 好久 好吃好吃 是 啊 醬油都沒有去吃飯呢 醬油就這樣順 順看我們客人吃 吃好食材出了料沒有 他才會去吃 這就是一個福 所以你看他上萬多 就要吃飯